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位诗人合称为边赛四诗人 高氏的性格非常豪爽正直 所以他的诗歌作品里 总有一种蓬勃向上的豪气呢 而且不只是边赛诗 连宋别诗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首《别懂大》 就是一首充满豪情的宋别诗 高氏有一位好朋友 叫董大 他本来的名字叫董廷兰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 他弹鼓琴可厉害了 高氏和董廷兰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好不容易见一次 都来不及再听董廷兰弹奏一曲 马上又要分别了 高氏二话不说 挥笔写下了这首《别懂大》 别懂大 唐 高氏 千里黄云 白日熏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 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别 就是指送别 题目的意思就是 高氏 送别董廷兰 千里黄云 白日熏 北国吹燕 雪纷纷 这两句诗写的是 高氏和董廷兰见面的时候 正是黄昏 在夕阳的照射下 天空中的乌云有些泛黄 太阳就要下山了 阳光也昏暗无比 而这时候 冬天的北风 一个劲儿地吹 大雪 也纷纷扬扬地下 一群大雁 正排着整齐的队伍 向南方飞去 莫愁前路 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看到这样的景象 董廷兰 不由地有些忧愁 但高氏拍拍他的肩膀 很豪气地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 遇不到知己 你的名声那么大 天底下 还有哪个人 不认识你啊 高氏的这首诗 写得最最精彩的 就是后两句 莫愁前路 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看 多么豪气 人家写诵别诗 多多少少 都离不开忧愁的情绪 比如 王维的 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 无故人 意思是 再多饮一杯 离别的酒吧 因为 出了阳关之后 就遇不到老朋友了 再比如 王伯也写道 无为在其路 而女共沾金 他跟朋友说 不要在分手的路口上 像小儿女一样 让泪水 沾湿了手巾 但这伤心落泪的事 高氏才不干呢 虽然 这离别的场景 又有乌云 又有北风 和大雪的 可这丝毫不影响 高氏的壮志豪情 其实 高氏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和董廷兰两个人 都是过着 穷困潦倒的生活 高氏甚至连买送别酒的钱 都没有呢 但是 高氏心中 还是充满了豪气 他劝好朋友 要对自己有信心 现在生活的很困难 没关系 朋友之间 暂时的分离 也没关系 最怕的就是对生活 失去希望 所以 朋友啊 请打起精神来 在这首诗里 高氏与好朋友 分手的时候 虽然环境很凄凉 但是 他没有写那些 离仇别去 而是满怀豪情的 鼓励朋友 要勇敢地踏上旅程 迎进未来 果然是一首 与众不同的送别诗 最后 就让我们来 一起朗诵 这首诗吧 别懂大 唐 高氏 千里黄云 白日熏 北风吹燕 雪纷纷 莫愁前路 无知己 天下谁人 不识君 下期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李商隐的作品 无题 我们下期再见啦 可不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